24号岛内专门接待陆客团的创世纪旅行社无预警倒闭 是台湾新当局上任迄今首家受陆客减少冲击而倒闭的旅行社 相关骨牌效应会显现吗 25号新北市游览车工会召集200辆游览车跟400名驾驶包围台交通部门陈情抗议 而旅游业相关的业者也表示9月8号就走上街头抗议当局的不作为 这些行动能喊醒装睡的菜当局吗 台湾时事评论员邱毅 唐强龙有独家观察 24号将接任所谓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主委的顾立雄公布了委员名单 除了原国民党发言人杨伟中几乎都是亲绿人士或绿营人士 国民党政策会执行长蔡正元批该名单不止绿油油 简直是绿油金 怎么看待顾立雄说名单要照顾政党平衡有困难 台湾时事评论员邱毅 唐湘龙为您深入分析 据环球时报援引日本媒体报道 日本新任防卫大臣道田鹏美24号宣布 日本自卫队将结合新实施的安保法增加部队训练任务 包括启动旨在海外实施集体自卫权的池员护卫等相关训练 这个池员护卫训练指的是什么 而在接下来的日美联合训练中 双方讨论还会给日本自卫队加入新任务 这又说明了什么 时事评论员王健为您详尽解析 海峡新战线 两岸看世界 这里是由盼盼食品文家军 播出的东南卫视海峡新战线 我是艾克竹 在福州向各位问好 25号 中共中央台办主任张志军 在上海会见了中国国民党前主席吴波雄 双方就两岸关系等问题进行了交谈 我们再来关注台湾方面的消息 蔡英文当局即将在8月27号 上任满100天 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书记长江启臣 在社交网站进行 新当局你的100天感受问卷调查 指出新当局上任后的14项缺失 希望与台湾民众一起发声 让蔡英文听见 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书记长江启臣 于25号上午在联谱网以 新当局你的100天感受的问卷调查 列出自蔡英文当局上任以来的14大议题 声称网友针对这些议题 若有不服期望的就在下方留言并提供意见 并表示将会带着这些建议到台立法机构发声 这14个议题分别为 一太平从岛变成交 台当局缩头看不到 二台当局不敢互语权 听任日本冲真鸟 三端午公路塞车潮 夜间免费却取消 四淘机淹水停水电 街场瀑布真罕见 五美珠进口发夹弯 无视民意惹人怨 六雄三物社船长枉死 台当局反应慢板拍 七司法机构政府主管 自己提名自己撤 八公路收费员抗争 肆意大洋民买单 九台速越南梯铁板 南向政策变南向 十微调克纲悍然费 中小学生沈克纲 十一二例变一例一休 七天假期打折扣 十二 闯台行政机构无罪责 登岛渔民却遭殃 十三 火烧车陆客断魂 蔡当局处理大小眼 十四 华航空姐怒罢工 百页响应分效仿 江启臣请民众在回文中写下一题的标号可复选 并将分享给蔡英文的一句话作为简短建议 不少网友纷纷响应 除了对蔡英文率领的新当局大理批评外 还针对罢工照单全收克纲的争议 赵峰引起钱 以及日前的雄三导弹误射表达不满 相关话题我们来联系台北远博士 清零时间交给你 今天在台北远博士参加我们节目讨论的是 中国文化大学邱毅教授 教授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时事评论员唐湘龙先生 向龙哥好 主持人好 东南威士观众大家好 我们看到江启臣在脸书上列的 洋洋洒洒 十四项蔡英文当局的缺失调查 有人说有一点点夸大点滴蔡英文失证能力的成分 但是我并不认为这样说每一项我都觉得挺值重要点的 这个教授您对哪一项是最不满意的 因为江启臣所提的十几项其实是蛮琐碎的 这十几项其实我早就归纳成为所谓的蔡英文执政百日的 所谓的五大困境 第一个困境是什么 就是蔡英文不承认九二共识 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使得原本和平发展的两岸关系 变成了两岸的僵局 而这个僵局又无得解 以至于在两岸的经贸 两岸的互动 两岸的交流上 就形成了许许多多的负面的效应 第二个困境就是台湾现在最棘手的经济的困境 台湾的出口已经连续十七个月 它是副城长拉了黑线 那出口没有办法顺利的拓展 内需呢 那影响内需非常关键的大陆的观光客 以及采购团 因为两岸的僵局 刚才的第一个困境 而使得台湾的整个旅游的相关业者 叫苦连天 那第三个困境又是连续第二个困境 因为经济的困境 贫贱夫妻百事哀 在整个企业里面 所谓的夫妻关系就是劳资关系 所以劳资在企业经营不顺 陷入困境之下 劳资的矛盾就更重了 员工说物价都在涨 我们希望能够调下薪水 企业说我都亏本了 都跳票了 都要倒闭了 我哪有办法给你加薪呢 双方的矛盾增强 而蔡英文的做法 又加重了劳资之间的矛盾 使得劳资冲突 那第四个困境呢 蔡英文就希望 能够帮台湾的经济找出路 于是提出要发展台日经贸 要发展新南向政策 可是发展下去的结果 台日经贸给台湾没带来什么好处啊 也没有多少的日本观光客到台湾来啊 第五个困境出来了 他为了要减低台湾民众的焦虑 对台湾的反对 于是跟抱紧美国日本的大腿 于是一样挤出更多的钱 跟美国买武器 那这一来的话 财政更是软狼羞涩 更没钱呢 没钱怎么办 往军公教身上开刀挤出钱出来 这一来军公教的退休福利 被大幅删减 他们也引起怒吼 民进党本来还有最后一招 就是清算国民党的党产 把国民党的党产拿来 解决以上的五个困境 可是问题是 国民党的党产 其实说实话 早在李登辉时期 已经被掏空了 所以哪怕民进党 怎么清算 国民党的财务 就是个空壳子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蔡英文说 请大家不要用一百天 来评断他 可是当初马云九上台的时候 又是谁发动了百日倒马的呢 蔡当局的这些缺失 仅仅只会影响到他一百天吗 这些缺失对于蔡英文未来的道路 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向东哥 影响当然是会有的 因为从不要说百日 大概在三个月的时候的民调 已经看了出来 蔡英文他会有压力 他之所以这样子说 其实你倒过来想 他反映了他内心的焦虑感 就是不要用一百天来评断我 因为他知道一百天的评断 对他的讲一定很不利 三个月左右 你的大政方针 应该都会被看到了 但蔡英文这三个月 其实他之所以会认为说 你不要用三个月来评断我 有一点在跟大家讨饶 在撒娇 就是说 这三个年 你再多观察我一段时间吧 有点希望 就媒体放了他的味道 但倒过来讲 就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 那我们回想一下 马英九上任三个月的时候 你蔡英文在干什么 他说那不是他发起的 那叫做百日倒马 当然他会说 那不是我发动的 那个是他们的外围的团体 我问蔡英文是说 第一个 当时百日倒马的时候 你敢不去吗 第二个 去了之后 你没有得到好处吗 去了之后 就是百日倒马 蔡英文才成为 绿营的共主的 因此百日倒马 对蔡英文来讲 其实是把他拱上 今天绿营共主地位的 一个关键性的行动 那是百日倒马 你说今天百日 不要去评断你蔡英文 他当然会觉得 听不过去嘛 无非就只是 这百日的过程 他当中 他的施政一塌糊涂 但是要提醒 我一直强调 蔡英文 没有迫切的政治危机 因为他在讨好 声率的这动作上面来讲 做得很周全 很积极 大赦太阳花 废掉了国民党 微调的克纲 清算了国民党的 不当的党产 等等 尽管在媒体上 在民众上 在这个学者的声音里头 一片不满意 可是蔡英文觉得 一点不为所动 包括马上接下来 这个旅游业者 要走上街头 农业者要走上街头 他都是选择性的收听 因为他觉得 他这一切的做法 三个月 尽管有很多人的不满 但是呢 支持我那个声率的 我围住了 就像这个大陆游客 赴台人数呢 不再一段的 一再的这个缩减 根据台湾公安部门 统计今年七月 大陆游客赴台人数呢 比去年同期是 衰退百分之十五 是历年最大的一个降幅 这对岛内的旅馆业 餐饮业 游览车业 旅行社 甚至是高饼业等 相关行业呢 都带来巨大的冲击 24号 岛内专门接待 大陆游客团的 创世纪国际旅行社 无预警的倒闭了 为台湾新当局上任 迄今首家 受大陆游客减少 冲切而倒闭的旅行社 台湾官官部门证实 创世纪因为财务跳票 已经勒令停业了 开业多年的 创世纪旅行社 24号发出短信给导游 文中写道 现在向各位宣布 公司停止所有的业务 还在台湾的团 已经由全联会接手处理 公司欠各位的费用 没办法支付 各自寻求解决方式 这也是新当局上台后 岛内第一家 专做陆游客团的旅行社 宣布倒闭 对此 台官官部门证实 星期一就接到通知 创世纪跳票 200多万新台币 跟创世纪旅行社合作的导游说 今年的薪水几乎都没拿到 平均每个人 被欠20到50万新台币 而嘉义也有餐厅业者跳出来 先前团员来吃的饭 都还没进账 粗估欠了100多万新台币 现在还有创世纪旅行社接待的八个陆客团在台湾 其中七个团来自江苏 一个团来自吉林 都是八天七夜团 有的行程已经快走完 有的才刚到台湾 好在已经安排其他旅行社承接 我们接到的部分来讲 因为有协调其他旅行一直在接待 所以在石跟柱的部分 这些都不会有任何的一个问题 据了解 目前全台有400家旅行社 有接待陆客团资格 其中真正接团的大约是30% 大约100家受冲击最厉害 台湾观光旅馆工会理事长 赖正义24号表示 旅行社倒闭牵涉层面广 包括观光相关的旅馆 游览车 航空与零售等四大产业 都将受到冲击 目前包含旅馆工会 旅行社业者 游览车业者 已经组成观光产业自救会 将于9月8号上街抗争 预请台当局协助 而游览车行业已经开始抗争 25号上午 新北市游览车工会 召集200辆游览车跟400名驾驶 包围台交通部门陈情抗议 因为520之后陆客锐减 也让游览车驾驶的收入大大减少 估计10月有数千辆游览车贷款到期 恐怕会面临收摊 爆出倒闭潮 据台湾观光部门统计 今年7月陆客赴台人数 较去年同期衰退15% 为历年最大降幅 官员担心 如果11长假陆客再缩减 恐有更多旅行社会撑不住跟着倒闭 若明年跨年和春节的旅游旺季 持续减少 倒闭的业者将会更多 对于陆客人数紧缩出现冲击 台湾业界呼吁当局紧速拿出配套措施 台交通部门主管贺陈旦日前对此提出 分区分时分流概念 鼓励打破目前市场大多八天七夜 环导型的模式 但业者不以为然 只说基本量能都不够如何分流 今天台湾媒体都用相当大的版面 我们看到联合报就是头版头条 就直接是报道这个新闻 而且直接指出大警讯 新当局上任百天 连老字号都倒了 骨牌效应恐怕会逐步的显现 那么这家创世纪的旅行社 是专门做大陆游客生意的旅行社 那么现在是第一家倒下去了 需要给我们介绍一下 它的背景和以往的绩效 在过去的八年 台湾的这个到台湾来旅游的观光客里面 大陆的观光客就占了四成以上 将近一半了 而且是大陆的观光客撑起了台湾旅游业的半边天 而有很多的旅行社发现 专做大陆客是有利可图的 所以就产生了类似像创世纪这一种专营大陆客的这一种旅行社了 而这种旅行社呢 基本他们会采取一条龙的这一种合约的连锁式的经营 所以他们在过去的八年可以说在这方面赚了很多的钱 甚至创世纪啊 到后来还发展出来一种重点的路客旅游的方式 例如叫医美团 他后来也发展出来所谓的采购团 这个采购团的特点是团费非常的低 但是他透过这个路客进来之后进行采购 他知道你很会买 对 所以在采购的用金弥补了团费低所造成的损失 可是现在整个两岸之间成了僵局 这时候路客大量的减少 不管减少是两成三成还是腰斩 既然减少了就会产生一些什么呢 路客人数少了 那购买量消费量萎缩的更厉害 而且对于奢侈品的购买萎缩的更厉害 而奢侈品的商店正好就是这个旅行社 本来财务周转的凭借 所以有人说路客才减少15%啊 怎么会这些创世纪的这个旅行社 这这么大这么有规模这么有历史都会倒了 道理很简单 即使路客只减少15% 但是消费额减少30% 而奢侈品的消费额减少60%到70% 所以这时候珠宝店就不再愿意跟创世纪 旅行社之间给他做财务周转了 很多的医美的医院 这时候也不愿意再跟创世纪合作了 那这一来创世纪很自自然然的 他就发生了财务的危机 财务一发生危机就发生跳票 就发生基欠薪资 所以老板就跑了 台湾交通部门负责人贺诚旦说 可以进行人员分流优化整合 原来这个八天环岛行程来进行这个台湾旅行社倒闭 大陆游客减少这样的一个应对啊 所以业者就直接回唱回去了说 人都少了 你还提分流 所以我昨天听到他这说的时候 我也有点反应不过来 到底这是什么办法 你人少了 人多要分流到不同景区 现在人少了 分流他到底是什么样的 想表达一个什么意思 如果纯粹从他的字面上面去解释 贺诚的意思大概也不难理解了 就是说现在就生多粥少嘛 旅行社这么多 但是很抱歉了 现在我们的这个锅里面的碗 就是要把米饭少了 那怎么办呢 我们总不能一些人活着 另外就饿死吧 因为已经有倒闭了 那就大家就少吃点 他的分流的意思就是说 从今天开始大家少吃点 就是总是都可以活得下去的 好吧那活下去之后 那就看 相辰以示 就等于说大家勒紧裤带过日子 不要让有些人呢 因为很担心一家接一家倒 因为倒闭这种事情 它不是一家的事情 它的连锁反应是 面向是很广的 你倒一家 你可能还不太觉得 就大家称一称可能 过去了 两家三家 如果家有七家八家十家之后 旅行业本身 它的这个就是说呢 风险系细数呢是非常高的 你说大家基本杠杆都做得非常大 因此当突然间碰到寒冬的时候啊 那种能够承受寒冬的能力 其实业者并不是很多 因此最好的情况呢就是 你能够维持那个水温是最好的 温度突然间降了很多的时候啊 大部分的业者都受不了 那过去的八年 因为两个关系大好 那因此呢 有一些的团体 这种分流的概念呢 会引起业者的反弹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 他忽略的就是说 有一些的业者 他是专做陆克团 百分之十五 或者对一般人来讲觉得说 少个百分之十五 真的会要命吗 那看你怎么样就思考了 就是现在倒一家 也许还不觉得很严重 但是如果开始出现 连锁倒闭情况的时候 那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 我们看到现在旅游业 相关的业者已经表示说 9月8号要一起走上街头 去抗议当局的不作为了 另外我们看到 你像是9月3号 军工家要走上街头 9月19号 还有拭目于业者要北上来陈行 这些行动 可是在台湾看来 这几个月我们都看到了很多 这种正面的诉求 都不太会有效果 然后呢一些要糖吃的那种呢 都通通能够去被摸脑袋 这样喊 能够喊得醒装睡的蔡英文吗 肯然基本毫无可能 怎么说呢 我们有一个很有名的皇帝 叫敬惠帝 敬惠帝很有名的是 因为他讲过一句话 他叫做何不食肉饼 就是你为什么不吃肉呢 你没饭吃干嘛不吃肉呢 但是我认为蔡英文还不是敬惠帝 敬惠帝有个老婆 叫贾兰峰 贾兰峰这个女人 丑陋 善妒 倔强固执 凶恶 所以如果把敬惠帝 加上贾兰峰 综合起来 我认为像蔡英文了 蔡英文是一个富贵娇娇女 那又是爸爸 五房老婆里面 第四房的老妖 她从小啊 根本不知道 一半一周是怎么来的 她完全不了解的 所以你说这些私募与业者 旅游业者 跟她陈琴 告诉她 我快倒闭了 我活不下去了 我儿子学费交不出来了 蔡英文是不会理解的 因为她从小到大 没经历过这个困境嘛 好 另外一个 蔡英文又是像贾兰峰一样 又是固执的 倔强的 一个底练台独 铁杆台独 她就是要 以武俱统啊 她叫以武促独啊 台独三的理想目标啊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说再有更多的陈琴 能够叫得醒蔡英文吗 难道蔡英文不知道答案吗 要解开现在的两岸的僵局 要解开台湾的经济的困局 你就接受九二共识 回到两岸一中的原则上面 你两岸又回到和平发展了 那不是一切问题都以认而解了吗 这个叫釜底抽薪啊 或者蔡英文肯这样做吗 他当然不肯这样做嘛 而且甚至他心中可能在觉得什么 你们这些人 拭目于悦者 当时就接受大陆官方统战的弃作 才落得今天的下场 活该 这蔡英文可能心里的想法 24号的时候 将接任所谓不当党产 处理委员会的主委 孤立雄公布了委员名单 名单内的成员 除了原国民党发言人杨伟中 几乎都是青绿人士 或者是直接是绿营人士 顾立雄表示说 因为蓝英人士都婉拒 名单考虑政党平衡有困难 对此国民党政策会执行长 蔡正元批评名单 不只绿油油 简直就是绿油精 据台湾媒体报道 所谓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 即将在本月的31号挂牌运作 所谓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主委 顾立雄 24号向台行政机构负责任林权 报告名单并获同意 专任委员两人包括罗承宗 曾任屏东县政府税务局长的施锦芳 兼任委员有李福中 林伟哲 会计师饶月琴 国民党前发言人杨伟中 律师吴雨学 袁秀慧 张世兴 李燕荣 顾立雄表示 名单考量政党平衡有困难 他说 其实我也试图 我坦白讲 我也试图找过蓝英人士 他们似乎都很为难 既不能是立委也不能是议员 又不能是这个党职的 所以最后就专业考量了 在回答媒体提问 是否会安排与国民党见面 顾立雄表示 暂时有点犹豫 去国民党要有目的性 现在要尽量搜集 所有国民党党产的资料与历史记录 并着手进行负随组织的认定 再挑一个比较适当的时间点 比较好一点 现在去 怕落入口水站 他说 希望与国民党做完整的沟通 查不到党产的目的 不再做政治清算 而是希望国民党 与其他政党公平竞争 对此 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总照 廖国栋批评说 顾立雄有深绿色彩 委员人选也备受争议 可见该委员会未来发展 一定会全面偏绿 将成乱源 这个只有走向分裂 只有走向对立 让社会更加的分乱 的一个乱源 我觉得这是一个乱源 国民党文传会主委周志伟说 委员会没有蓝营代表 成员色彩太过鲜明 显然不适任 将接任所谓不当党产 处理委员会的主委顾立雄 公布了委员的名单 对此呢 国民党政策会执行长 这个蔡正元批评说 蔡英文说 委员会不会这个绿油油呢 但这名单不止绿油油啊 简直就是绿油精 薛耀寿 你怎么评价 这份委员的名单 事实上是绿油精呢 因为他里面每一个人都是人精 怎么说呢 这委员会的名单里面 他的副主任委员叫洪培根 他就是一个铁杆生女 毫无隐晦 他就是一个绿色的司法干将 所以你说 顾立雄真的有去三顾毛鲁 找一些来因的来平衡吗 没有 他哪有找过 他找的叫做司法界里面 最绿的洪培根 洪培根来干嘛 就是扮演当年东厂 魏忠贤底下北政府司 徐显存的角色 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认为洪培根就是徐显存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 他里面有一群律师 这群律师 所谓民间司改会 不就是顾立雄自己操纵的司改会吗 这一群律师都跟我打过官司 不是代表蔡英文 就是代表苏贞昌 就是代表谢长廷 就是代表苏家全 都跟我打过官司啊 我都很熟啊 所以你说 这一群律师不就是 过去民进党御用的 御用的绿色律师吗 好 里面有些学者 但是你仔细看一看 要不是助理教授 要不是副教授 没有一个资深教授 这些人到学校去问问看 他都是标准的绿色人物 你认为 这个委员会 真的是要公平处理 违反正义的党产吗 当然不是吧 他就是为了清算斗争嘛 跟以前的东厂 没有差别 绿营的媒体说 这个这份名单里头啊 这个有一个委员 可以算得像是这个 万绿丛中一点蓝 可是他是不是蓝色的 我想蓝营应该会不会 都不会承认 这个人是杨伟中 就是被国民党开除党籍的 国民党的前发言人杨伟中 说到这几个字呢 蓝营人士也是会三条线下来 气得牙痒痒啊 这两天台湾媒体呢 其实不是台湾媒体 杨伟中自己在刻意炒作 因为他要清算国民党 而被香港拒签 不能参加湘江论坛 可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啊 我必须让大家了解一下杨伟中 杨伟中是蓝还是绿 我认为都不是 杨伟中就是个投机性的人物 如果今天蓝当权 他就是蓝色 如果现在绿当潮 他就是绿色 所以杨伟中现在 他觉得他还必须给自己制造一个 坚决掉反中仇中的形象 所以他到香港去 他就要去拥抱港独的角色 去跟铜锣湾致敬 跟这些港独人士 要给他们送软 然后接着 因为他知道这么做 他一定被拒绝参加向江论坛 然后接着再把这件事情 拿出来大肆宣然 作秀 以至于向绿云脚步的投赢状 你看看 我为了效忠你们绿云 我不惜得罪了中国大陆 所以我无法去相辆论坛 你看我对绿云多么的忠诚 这个投赢状有没有效果 当然有 而杨伟宗打得如意算盘 送了这个投赢状 又进到顾立雄的党场委员会 可以对国民党率先开刀 我都可以预测了 将来对国民党最狠的 最不流行的 应该就是杨伟宗了 但是我就很奇怪 为什么杨伟宗之流 在台湾的媒体上还是有市场 这对国民党来说 未来还会继续想什么样的伤害 台湾的 台湾的媒体市场 本来就他很有趣的部分 就是立场挂帅 台湾的绿营 其实有一点在政治斗争上面来讲 我觉得是可取的 我说可取加引号 就是他们很敢于重用叛将 比如说过去在陈水扁身边 几乎把所有东西都交给他出来的 陈其迈的爸爸叫陈泽南的 都是国民党当初重用的人 国民党培养的 就本土的精英 但是一旦背叛了国民党 不但彻底的决裂 同时回过头来 带着部队杀国民党的 都是这些人 最狠的出手最狠的 那这种就打着蓝旗反蓝旗 杨伟宗不是第一个 我坦白讲杨伟宗如果他参加 其他的今天今天蔡英文 如果要用他去当个 当个什么什么处长 副主委等等 我觉得都没有意见 但是你杨伟宗唯一没有资格 去参与的就叫做不当党产 处理委员会 这些唯一没有资格 因为半年之前的时候 你还领这个薪水呢 你都还在 你都还在领党产 那这个党产 你知道在国民党 杨伟宗在国民党的 那段的期间里面 不是没有人在提醒马英九说 这个人是很有问题的 但是杨伟宗的经济情况不好 坦白讲他经常软囊羞涩 甚至于跟朋友借钱啊 周转啊等等 因此工作对他其实很重要 因此国民党等于是在你最落魄的时候 给你高薪 把你摆在文传会的发言人的位置上 你代表国民党在发言 然后呢当国民党 看着国民党已经要下去的时候 在后头再踹他一脚 把国民党踹进悬崖里面 今天竟然以批斗国民党 当做是你呢 要再起 甚至于去向绿营呢 去展现自己的忠诚 这算什么 我觉得人起码该有点格掉吧 所以我说杨伟宗不是懒 我讲的那点是烂 所以我们看到 国民党最听不下去的 听起来最刺耳的是 像杨伟宗还口口声声 说自己代表蓝营 在这个委员会里头 他是万绿丛中一点蓝 是最听不下去的 好 谢谢两位的分析点评 我们把时间交还给福德点博士 好的 谢谢清零 在下一节你将会看到 据环球时报援引日本媒体报道 日本新任防卫大臣 稻田彭美24号宣布 日本自卫队将结合新实施的安保法 增加部队训练任务 包括启动 旨在海外实施集体自卫权的 持员护卫等相关训练 那么持员护卫训练 指的是什么 而在接下来的日美联合训练中 双方讨论 还会给日本自卫队加入新任务 这又说明了什么 实事评论员王健 为您带来详尽解析 我们接下来进入今日中报环节 据新华社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24号集体会见出席第八次中日韩三国外长会的中国外长王毅 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和韩国外长赢定士 三方就亚太局势交换意见 而未来三国关系将怎么走 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 中日韩三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五分之一 肩负着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责任 三国保持合作尤为必要 希望三国落实好此次外长会成果 为年内举行领导人会议做出积极准备 进而改善双边关系促进地区发展 中国外长王毅表示 中日韩三国在彼此关系存在困难的情况下召开此次外长会 保持了三国合作的基调与势口 中方为此提出了促进政治经贸人文 可持续发展的四轮驱动合作主张 中方乐见日方作为二十国集团成员 为峰会成功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 今年还将有一系列中日韩三方 共同参与的重要多边会议 希望中日韩三方本身正视历史 面向未来精神加强合作 为地区和平发展 以及彼此关系的改善做出努力 另据报道 王毅在会见韩国外长尹炳士时表示 当前中韩关系面临困难和挑战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韩部署萨德系统 不接受任何损害中国战略安全利益的行径 希望韩方冷静权衡利弊得失 同中方相向而行 而非分道扬镳 共同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妥善解决办法 韩国外交部发布新闻稿称 双方就部署萨德问题上的基本立场交还意见 并就继续进行相关沟通达成共识 韩国外长强调 两国关系发展的大局不应因某一问题而受损 韩民族新闻24号评论称 中国要求韩国在萨德和中韩关系中二选一 过去一个月 中方在萨德问题上的立场不仅没有松动 反而愈加强硬 最近一系列事件让东亚深陷安全外交困境 而负面的冲击仍接踵而至 据新华社报道 24号上午的5点30分 朝鲜在咸镜南到新浦近海 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枚前射弹道导弹 该导弹飞行约500公里后 落入日本防空识别区 这是朝鲜今年来第三次发射前射导弹 以这一次发射的原本成功实际上体现出来 朝鲜已经基本上掌握了弹道导弹 从水下发射这样一个难关 那么从某种程度来看的话 朝鲜已经掌握了相关的前射导弹的技术 但这还不等于朝鲜已经形成了前射导弹的战斗力 因为作为前射导弹 一方面需要考虑这个弹道导弹能够打得多精准 能够打多远 能够是否具备一定的战斗力 另一方面也必须要考虑弹道导弹的载体 也就是平台和潜艇 所以朝鲜现在通过不断的试验 更多是积极掌握了相关的前射导弹的技术 但是要求整个潜艇以及导弹之间形成联合的战斗力 或者说已经形成了这种匹配作战的能力 从目前来看的话还为时尚早 在韩日媒体的报道中 中日韩外长会原来谈的主题被宣宾夺主 韩联社报道称 韩中日外长在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 三方一致认为朝鲜24号上午发射前射弹道导弹 属无法容忍的挑衅行为 商定将主导联合国等国际社会应对朝鲜挑衅的行动 三国还重申反对朝鲜拥合 遏制其核无挑衅和敦促切实执行安领会决议的重要共识 日本共同社的报道同样侧重朝核危机 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王健先生 就在中韩外长双边会谈之后 韩国媒体就做出了这样的报道 中国要求韩国在萨德和中韩关系中二选一 您怎么看待这样的标题跟报道呢 我觉得韩国媒体这样的一种报道方式 事实上抓住了问题的一个核心 那就是目前在中国和韩国两国的外交关系中间 萨德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 就如同房间里的大象一样 萨德的问题事实上是美国强力介入亚太事务非常重要的一个支点 一旦萨德建成势必会影响中韩两国的关系 所以韩国媒体以这样的标题进行报道 看到了这样的事实 也看到了萨德如果韩国已以孤行加以推进的话 恐怕会影响中韩关系长远的发展 这一点是没错的 但是韩国的媒体在报道的过程当中 类似的标题和提法 事实上又模糊了一个概念 什么样的概念呢 就是萨德的问题 事实上中方并非强力介入韩国的事务 而是萨德离开韩国的相应的国土 事实上有利于韩国长久的安全 在这个问题上 中方并不是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讲话 而是站在半岛的局势 站在韩国的国土安全 站在整个亚太地区的安全的立场上去表态的 韩国媒体类似的标题 这样的一种表述就模糊了概念 好像中国让韩国在自己的国土安全和 与中国的外交方面做出抉择 事实上与中国的外交和韩国的国土安全 两者之间并不矛盾 这一点我想媒体没有做清晰的阐述 这次的中日韩外长会 虽然在一些重大议题上 三方的立场仍然是有分歧的 也没有达成任何的成果文件 但是三方均有意向促进共同合作 那么此次外长会 对于接下来的G20杭州峰会 以及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 又会起到怎样的作用呢 这一次中日韩三国的外长会 事实上召开的这个契机非常重要 我们都知道在下个月初 在杭州召开G20领导人的峰会 事实上无论是安倍晋三 还是朴槿惠都将出席G20峰会 所以在峰会举行之前 通过三国外长的沟通和交流 为领导人在会议上 有一个良好的互动和交流 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与此同时 中日韩作为在东亚地区 非常有影响力的三个大国 经济总量加起来占世界的五分之一 人口加起来在世界上也是举足轻重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三国加强良性的互动和沟通 保持外交渠道的顺畅的沟通 事实上对于稳定整个东亚 甚至亚太的局势都至关重要 尤其是这一次王毅外长提到了四轮驱动 政治经贸人文和可持续发展 也指明了三国未来发展的战略方向 你比如说在政治层面的互信而言 如果两个国家在政治层面缺乏基本的信任 那进一步的沟通和交流 进一步的合作 事实上是谈不到的 也比如经贸合作 中日韩三国庞大的市场 各自的产业优势不同 彼此之间互补 三国提出来在2020年 要实现自由贸易的畅想 当然这中间现在遇到了很多的麻烦和问题 日本方面频频的制造问题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如何推进也是一个重要的话题 所以王毅外长提出的是四个方向 如果能够真正的有效的引起共鸣 达到四轮驱动的目的 我想中日韩三国的外交 依然能够向着比较良性的方向去发展 好的谢谢王健 我们稍后继续联系 据环球时报援引日本共同社报道 日本新任防卫大臣道庭彭美 24号宣布 日本自卫队将结合新实施的安保法 增加部队训练任务 包括启动旨在海外实施 集体自卫权的持员护卫 等相关训练 所谓持员护卫 被指包括 设奖在朝鲜半岛发生突发情况时 由自卫队对美国军舰及基地设施提供护卫等 在2015年9月 西安保法出台及今年3月实施之后 近日日本自卫队活动迎来了巨大的转折点 据日本共同社24号的报道 日本防卫大臣道庭彭美 在当天的记者会上表示 在新安保法实施的前提下 将在自卫队实施 适用安保法的新任务训练 强化部队应对新形式的实战能力 道庭称 未能应对一切情况 做好准备是理所应当的 此次实施新任务训练的主力部队 是将于今年11月中旬 派往南苏丹执行维和任务的 陆上自卫队第九师团第五普通科连队 该部队于25号起开始常规训练 9月中旬后 启动安保法所规定的 允许日本在海外实施 集体自卫权的训练科目 其中就包括了 使用武器营救遭袭的 联合国维和人员的持援护卫 以及与他国军队一起 护卫营地的速营地防卫等 这些训练均以放宽 自卫队攻击性武器使用 和行动范围限制为前提 强调实际环境下的作战能力 对于是否允许自卫队派遣部队 在海外具体执行上述任务 日本政府将根据当地局势和部队训练情况 于10月底前 在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上做出决定 由于此次启动的训练 也意在扩充战斗状态下 对他国军队的后方支援 日本将不可避免地提高 对国际争端的干预程度 自卫队新一轮的国内训练 和与美国的联合训练 也将陆续启动 包括设想在朝鲜半岛发生突发情况时 由自卫队对美国军舰 及基地设施提供护卫等 为此日美计划从今年10月开始 在例行的日美联合演习历剑 以及日美共同方面指挥所演习 山英中加入相关科目 有分析认为 自卫队接下来的训练和防卫交流计划 也将以强化日美同盟协作为基本出发点 我们来继续请教王健先生 这个持员护卫训练指的是什么呢 这和日本自卫队以往的训练科目内容 有什么不同吗 日本频频提起持员护卫这个词 主要后面有护卫两个字 这两个字非常重要 似乎表明日本在安保法通过并实施之后 防卫的重心防卫的属性没有改变 但事实上 道田鹏美日本的防务相也透露了先计 过去所谓的持员护卫 事实上日本做了一种假想 在某联合国的营地被武装分子攻击 甚至占领在这种情况下 日本派出一支武装力量 远距离持员到那个现场 然后去解救联合国的相应人员 解救人质等等 这属于持员防卫 但问题是道田鹏美在讲话中讲到了 为适应一切的情况要做好准备 什么叫一切的情况呢 那这个话恐怕就说明持员防卫 不仅仅是远距离解救那么简单 恐怕也有远距离进攻 这个长驱直入 类似这样的这个考量 所以持员防卫现在变成了一个框 未来日本可能根据自己的政治目的 在训练的科目上会加入更多的内容 另外在接下来的日美联合训练中 双方讨论还会给日本自卫队加入新的任务 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今年下半年日本和美国要进行多场重要的军事演习 那我们都知道日本和美国之间是军事同盟的关系 日美之间说就这个持员防卫 就日本的这个自卫队的训练要加入更多的科目 这说明两点 第一点在去年的下半年 日本通过了新的安保法 今年上半年正式通过成为法律之后 日本会不断的增加训练的内容和科目 来适应自己角色的变化 推进日本未来自己的政治方向和主张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 能够看出日本所谓的解禁集体自卫权 新的安保法案的这种方向 与美国如何配合 这是日本考量的重要内容 事实上美国在解禁集体自卫权的问题上 给予了日本大开绿灯的待遇 这中间美国也有自己的考量 就是需要日本在更多的地方 更多的场合 更多的情形下 发挥日本的作用 能够帮助美国借力给力 让美国实现自己的政治利益和政治考量 所以双方在共同的军事演习当中 增加科目 适应共同的角色 共同的变化 我觉得这未来可以看出 日本和美国将牢牢地绑在一架战车上 为了推进各自的共同的政治目的和利益交集 来做不懈的努力 好的 谢谢王健的分析和点评 在下一节您将会看到 24号 缅甸中部发生6.9级地震 缅甸古都福甘知名的古佛塔 有185座遭到了损毁 8月24号凌晨 土耳其军方向盘踞在叙利亚边界城镇 吉拉普卢斯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目标 进行了跨界打击 叙利亚外交部谴责土耳其侵犯其主权 详细内容广告之后 我们接下来进入热点快评环节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 北京时间24号18点34分 在缅甸中部发生6.9级地震 震源深度为90千米 据了解地震发生在缅甸第二大城市 瓦城西南方的查克镇附近 仰光 曼德勒 毛淡缅等缅甸主要城市 均有较强的震感 缅甸古都蒲甘知名的古佛塔 也有185座遭到了损毁 蒲甘是以400万浮屠宝塔之城之名著称 是缅甸起步中的观光业的主要景点 共有2200多座古代建筑 包括公元10到14世纪建造的佛塔和寺庙 近年来有许多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下 进行了整修 而在此次地震中损毁较为严重的 大多都是一些历史悠久的古代佛塔 我们再来关注土耳其 据环球时报援引外媒报道 8月24号凌晨 土耳其军方向盘踞在叙利亚边界城镇 吉拉普卢斯的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目标进行了跨界炮轰和空袭 另外土耳其军队在以美国主导的 国际联军飞机的支持下 不仅派特种部队深入战区 还出动了十多辆坦克跨境作战 法新社称 行动开始数小时之后 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宣布 将吉拉普卢斯收复 叙利亚外交部24号谴责 土耳其公然侵犯叙利亚国家主权 要求土耳其停止侵犯行为 并表示已经请求联合国采取相关措施 法新社称 这是自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 土耳其军队发动的最具野心的军事行动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24号发表演讲说 土耳其在叙利亚境内的军事行动 既是针对伊斯兰国 也是针对库尔德武装 叙利亚内战触发一系列针对土耳其的袭击 应该永久的给边境上的问题 画上句号 伊斯兰国在土耳其境内发动一系列恐袭之后 土耳其想借此次行动来表明对打击 伊斯兰国的严肃态度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英国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 当地时间8月17号傍晚 英国打造的全球最大飞行器 天空登陆者10号 成功进行了首次试飞 这个绰号飞天屁股的大家伙 在空中盘旋了一圈之后 安全降落 日前他迎来了试飞的第七天 结果就遭遇了不幸 一头撞在了电线杆上 被迫俯冲降落 驾驶舱损坏 所信的是飞行员没有受到伤害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是搜索观众 海峡新干线栏目 关到微信号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 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 欢迎您锁定 每天中午12点播出的海峡五报 和每天晚间22点播出的 海峡新干线 我是艾科卓 在福州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顺心如意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